福元爱竟然打算这样教育孩子,最坑的还是亲妈,母女俩标识三级东北话,中国人民的老朋友,被国拼总是打哭的福元爱,亲,已经荣生当妈妈了,是一个千金,他参加一档节目时说不想让孩子知道自己会打乒乓球,这是为什么呢?难道是不想让自己被打到哭鼻子的糗事抖出来? 早知道,福元爱被打到哭的事,是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的,而且还不止一次,被打哭,被打哭,被打哭,年轻的福元爱一直打到现在都在哭,但是他也是国拼最最喜欢的球员,没有之一,他们的友谊已经超越了国籍,可能是福元爱受到的伤害,太记忆犹新了,跟中国队找不回场子,不得不转移目标, 所以福元爱的闺女遭殃了,这是福元爱的原话,想到将来和他一起玩乒乓球,假装自己很菜的样子,什么都不会,然后反手给他个抱扣,哈哈,果然是亲妈,然后母女两袖起十三级东北话,干哈玩意,瞅啥呢,瞅你咋的?